歷史是當權者捨的 不是的,不是的,沒有可疑,只是做夢 不過我們的歷史每天都被人刪改 讓我找一些運動的參與者出來說一說真相 做一個口述的歷史節目,我們的名字就叫做 歷史在民間,逢星期四晚上常在,記得留意 OK,我們提到721,大家都會覺得有點哀傷 但過了一年,再提721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會有些比較悲憤的狀態 因為不同的人在說不同的事 今天就請了兩位朋友上來 他是721現場的觀察者 或者兩位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Ken 我叫喇叭 我跟Ken在721那一天 剛好在現場看到情況 可能稍後也會說一些現場的情況 會是怎樣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 為何那個時間,剛好會在那個地方出現呢? 是不是在那裡住呢? 還是怎樣呢? 其實主要的,我真的這麼不幸運 就是住在元朗 又剛好那個時間,搭到那班車 我們去到的時候,我原本就回家下車 突然有人出來大叫,說下面有人打人 要來幫忙 喇叭就跟我一起下去,看看是甚麼事 其實下去的時候,外面閘外面 就有一堆白衣人圍住了一個出閘口 我們下去就看到地下有單血 有一支爛了木棍 轉頭大家就說要保護這個證據 所以大家就留在這裡 你呢?你會看到些甚麼呢? 其實那一天我跟Ken下去之後 就看到白衣人在閘外 然後大家乘客就在閘內那裡 一下去就看到有些木棍 還有有血在那裡 其實雙方就在那裡對峙 然後在那裡叫囂 對面就甚至會拿著一些木棍 去敲打場 敲打鐵欄 所以其實情況都相對上混亂 亦都越來越多人下來幫忙 之後就去到有一段時間 就閘外的人 白衣人就開始想衝進來 到最後真的衝進來 集內的乘客 其實就打算衝回到列車那裡 而這個情況 其實印象最深刻 真的好像撕殺列車那樣 大家好像大逃亡那樣 而我們很慶幸 很幸運 我跟Ken是沒事的 是的 但是在走的路途中 我們是會見到 真的會有白衣人拿著木棍 去追一些手無寸鐵的市民 是追著來打的 那一下我們兩個真的 呆了站在那裡 真的不敢再動 那在當時 我想最害怕那一刻 會是些什麼呢 就是剛剛那些白衣人衝進閘的時候 那你那時候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其實那一刻你都很徬徨 和很突然 其實我們大家對視了一段時間 我想都差不多接近十五二十分鐘 我想我自己留下來 其實是沒有想過會出現這種被人打的現象 可能其實我們站在那裡 所謂保護證據 大家可能被困住了 那轉頭很久 林卓廷就出來 那他就跟大家說 就是鎮定一點 他已經報了警 那其實以香港正常警察的速度 應該其實大家預計 可能十五二十分鐘之內 就可能警察來到 就可能保護完證據就可以走了 那但是在那裡等 警察沒有來到 那白衣人衝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沒有可以做 你只可以撤走 我們走就好彩的方向 就令到我們自己沒有受傷 那你呢? 喇叭你會不會覺得 那一刻很害怕 一個女孩子這麼多枝棍在你面前 會的 會怕 然後會憤怒 為什麼在香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為什麼警察會這麼久都沒有出現呢? 因為那個感覺不會只是18、39分鐘 是好像很長很長 因為其實都倒反過來這樣說 就是大家為什麼還會這麼努力去保護這個證物呢? 是因為相信警方會過來處理 會過來可能拍照去調查 但是原來不是的 是我等了這麼久都沒有人來的 你不是吧?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元朗那個分佈區域 其實元朗警署去到YOHO 去到西鐵站 其實很快 我想搭拼鐵 15分鐘都應該什麼都到的了 所以想不到這麼久都沒有人來處理 不要跟我說整間兩個警察都沒有 你說一個警察就過來害怕 但是你不可能沒有警察過來的 這麼久 所以是憤怒 多過害怕 對我來說 我們接著就再說林卓廷 這次好像全年來講 他一直都在幫我們伸張正義 但是這一刻被人告暴動罪 你們有什麼看法呢? 我自己聽到消息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覺得很荒謬 即是被人打的 竟然會被人抓去暴動 當然荒謬之後就是憤怒 他根本就是把那件事完全是指鹿為馬 如果有時候會這樣想 我自己的個案 有朋友跟我說你怕不怕? 因為你當日拍到你站在林卓廷旁邊的 會不會拘捕你的? 有些家人可能會這樣問這個問題 這個我覺得 除了這個荒謬的程度 你不是說一個人 也就是全香港的市民都覺得 可能有更荒謬的事情會發生 我就會覺得 這個政府完全是沒有法治可言 你指鹿為馬去篩改事實 你根本已經不再是我們原本的香港 完全是改了香港的原貌 你說你想去維繫香港的原貌 你維繫不了 因為你自己親手破壞 包括警方也好 政府也好 警方做的事 政府真的不認同嗎? 一定認同才叫他們做的 所以破壞的是政府 當晚即時發生的時候 沒有警察來 你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到了凌晨時分 或者三四點的時候 再看更多的新聞的時候 很多證據都浮現了 你發覺警察是特意不到的時候 你又有什麼感覺呢? 還有生氣之餘 就是原來我不需要再信警察了 以前 或者這麼說 721之前 我還可能對警隊 還有抱有一絲的希望 但是過了721之後 差不多跌到零 是啊 因為你根本做不到你要做的事情 我們納稅人出糧給你做什麼呢? 就是不停在圓坊 在大話 蓋大話 就是出糧給你做什麼呢? 這個是你本分來的嘛 是啊 你要對得住自己的糧 是 我那一刻就是覺得 你可以看到警察是特意拖延 或者不來去救市民那一刻 你就會 那個感覺就是 以後香港人還可以相信哪一個 就是你香港其實只有一個執法機構 其實如果撇除解放軍 已經是香港的最高武力 就是如果連香港的所謂的 最高武力執法機構 不會去保護市民 那下一個 是不是要每一個市民都要 可能要帶屋子出去 要市民自己保護自己 就是你會覺得 其實我在香港一個 就是堪稱亞洲最好 最安全的城市 原來其實我連回家 我自己回家 原來都可能會面對生命威脅 那一刻那個 心情很崩潰 721有而已 我會不會下個星期日 我回元朗又會有白衣人的 因為警察是不會拘捕他們的 就是警察又不會來救你的 那你住元朗還不安全呢? 然後到整個香港還在哪裏才安全呢? 那個感覺是很差 當然啦 角色不會只有一個 我們有景 我們有黑 還有有香 這三樣東西 你們排次序來講 你們哪樣東西比較討厭 如果我自己 第一一定是最討厭 當然是警察 香和黑 如果你排的話 我會排黑社會 之後才是香 我們還要這樣說 為什麼會是香? 其實我自己住元朗 有時都會接觸到一些所謂的鄉民 其實你說他們 是不是真的說很壞呢? 其實可能住一條村的人 你都可以當他們是鄉民 就像南生圍一樣 其實百分之八十的鄉民都是無辜的 所以你說做壞事的人 當然是佔一個很少數 因為可能你開闊不了所有人 至於你說黑社會 大家都知道 黑社會都是不法組織 他們某個程度上會覺得 即是賊當然是做犯事的 即是他做黑社會 他自然會做一些犯法的行為 即是某個程度上 難聽說的 都是他的職責所在 警察的問題就是 你是警察 但你警察是保護市民 保護不到市民的時候 還要失職 之後你還可能是串謀 以及一些你不應該 跟他合作的人去合作 完全是跟之前那兩個 即是你犯的事情是更多 即是你做一個賊 你犯法是你的工作 你要賺錢 但作為一個執法者 你知法犯法 再聯合一些犯法分子 或者做一些事情 選擇香港市民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不可能 即是這個世界 沒有可能一個警隊 一個執法部門是這樣做的 是的 對我來說 其實阿Kent所說的 都是我的心聲 你叫我排序 就是一定是警察先的 我對你有期望 期望越大就失望越大 我希望你是用你的職責 去保護市民的 但是原來你不是的 你做不到 然後你還要是很無理地 將事實去喘改 沒有證據 沒有理由 只不過是為了平息 或者是喘改事實 所以才會做這場戲出來 其實他們都自打嘴巴 陳天柱都說18分鐘來到 但是第二天 鄧炳強都說39分鐘 其實他們都自打嘴巴 喂 我還怎麼順利 以前大家都說 做警察很好 一個好的職業 都跟小朋友 灌輸小朋友 一個思想就是 你做警察是維護法紀 現在說真的 你叫家長怎麼說 你做警察 原來你可以指鹿為馬 你叫怎麼教下一代 他除了是做不到自己 應該要做的本分 還令到下一代 會有一個不好的思想 對這個職業 大家如果是回到元朗站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心理障礙呢? 我踏入元朗站就沒有 但是我去到雞地那些位 我會留意多些 會看看會不會有一堆人聚集 會警惕多些 我就OK的 始終住元朗 可能我覺得 鏡也沒有用 反而心理壓力和心理障礙就沒有什麼 嗯 到了過了差不多半年一年 很多資訊就出來了 事情就開始透明了 你們又會不會覺得 那時候是整件事的真相呢? 其實本身我就在這件事那裡 就是我看著整件事 所以其實真相就是看我的眼 對 就是我的眼 在我的心 但是你問我的感受上呢? 我會是開心 或者是 對 開心會有人繼續去追蹤這件事 會有不同的市民 繼續去付出他們的努力 去調查這件事的 所以我會是開心 開始給多了一些資訊給其他人看 如果我自己覺得 就是多了這麼多資訊 整件事的感覺是透明了一些的 尤其是我們是當事人 其實代入我們當事人的角度 其實在那一刻我們知道的事情 其實是不全面的 因為好像我們兩個走了 其實我們不知道之後 他們那幫人衝了上月台打人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沒有時間看電話 或者也都未必有Live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是 只可以顧自己的安全 那一刻 當然對於現在很多方面 真的挖得更多資料出來 就是我們對整件事的透明度是高了的 就是好像我自己已經可以保養 我自己當晚看不到的一部分 這樣也是幫到很多人 因為好像現在這樣 我自己都會不停地 跟朋友說我當晚是元朗 就是會說回我當晚發生的事 也都希望說 將一些資訊帶多一些給其他人 就是還有有時候 你自從你一個當事人 你第一身 就是現身說法的可信性很高 假設有一天 香港再沒有Live 或者沒有上網 像大陸那樣 如果每個人聽警察的版本 沒有人知道歷史的真相 就是我覺得 大家不停地提供更多資訊 可以保存到歷史 尤其是現在這個 指得為馬的時代 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 透明度越高 其實黑白的分野更加清楚 大家都很想得到一個公義的審判 但是我們的警方就是一個反高潮 我學了很多新的成語 譬如經常每個人都會說指鹿為馬 或者是勢君力敵 或者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特別的成語 你們會對這些成語有什麼看法呢? 如果我自己覺得 你會想一下 如何可以和你下一代 去解釋這些情況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會覺得這些 好像指鹿為馬 是2000年前的事情 你有沒有想過今天會在香港發生 你會完全在想 這些以前是歷史事件 你現在竟然會春生經歷 你會很難想像到香港會變成這樣 很難解釋什麼叫勢君力敵 給下一代 或者給一些小朋友知道 什麼叫勢君力敵 正常的勢君力敵就是 可能你拿著武器 對方拿著武器 就同樣的武器去對打 對女的 但是現在不是 原來一個拿著木棍 然後一個沒有任何的武裝武器 原來這樣也叫勢君力敵 我真是新了解了 我也不知道怎樣解釋給下一代 有很多東西是很荒謬 連現在的成語動畫狼 指鹿為馬瓜沉 在YouTube都看不到 所以你叫我怎樣解釋 我真的解釋不到 OK 我們多謝兩位 今天上來可以講到事實的部分 雖然我不能把整個事實說出來 因為沒有人可以一次過經歷這麼多事情 或者就算柳俊光 只是某一部分 但是我也希望把這些小片段 集合成一個歷史的事實 告訴大家 多謝大家